最近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爆火 播出期间收视率节节攀升 腾讯视频战略热度持续创下都市剧新记录 在各大数据平台也多维度一路领跑 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爆款剧集 剧中人物方协文的台词 《北京到底有谁在》成为时下火爆的梗 编剧李肖认为 这是激发了观众和剧中人物的共鸣 当然作为编剧我们会很开心 我觉得观众会摘出它来 可能因为它在剧情里 它是随着剧情 随着人物的那种特殊状态出来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共鸣 或者是它激发了很多人的一种情绪 但我还挺高兴是这句话的 因为我个人对北京是很有感情的 对这个城市 《玫瑰的故事》这部由刘亦菲领衔主演的剧集 以女主人公黄一梅的《二十年人生》为线索 讲述了她的几段情感故事和成长历程 在编剧李肖看来 黄一梅可以说是理想女性 也是带一点传奇色彩的女性 她是一个以自己为主体 非常在意自己感受的 不管是在情感关系里 还是在事业的选择方向上 同时她也是一个很有学习能力的人 这也体现在她会在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情感中不断地成长 同时她也在不断地学习 这个女孩她其实是有自己的 怎么说 有自己的路要走 她除了恋爱之外 她还有很多工作上的点 她在不停地学习新的知识 不停地转换新的工作跑道 她不仅仅是一个为爱而生的玫瑰 在改编这部小说中 编剧李肖表示有一定难度 文学性强的作品要提炼出灵魂 需要花很大的心力 说实话挺难改的 难改在 就是这部作品在一书自己的作品序列里 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因为它里面其实女主角并不是绝对的一书女郎 她没有工作过一天 她经济也不独立 我觉得越是文学性强的作品 其实越难改 就是你要提炼出那个灵魂来 但是它可能又没有在情节上 有什么能辅助到你的东西 你要编织出故事 提炼出人物 这个可能要花很大的心力 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大量的原创的工作 就脱离开文本的工作 就比如说这一次 除了一书的这部作品 我还要看它一系列的作品年表 基本上把它大部分的作品都看了一遍 想要了解这个作家 他的创作风格 还有他自己的创作观念 甚至是他的婚姻观 都会出现在他的作品里 对 所以我觉得改编这个作家的一部作品 其实是要把它所有的作品 序列都打通 然后提炼出一个核心来 然后放在这个作品里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习惯 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 编剧李肖坦言在剧本初创阶段 无法预料到一部剧的火爆程度 我觉得其实编剧写任何一个剧本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他的导演是谁 演员是谁 他的制作成本 包括平台在给你推的时候 用多大的这个宣传力度 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 在当下的影视行业 它都是可能会影响播出效果的 大家都在往这个 都愿意拿出自己的心血 往这个作品上加棒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剧本 因为只有好剧本才能带来这种魅力 但是要达成后面 刚才说的所有的内心 你首先得先是剧本扎实 有一个好剧本 才能把其他的好的合作者吸引来 在短视频爽剧流行的时代 电视剧这样的长剧是否还有市场 李肖表示 长剧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 所以编剧会更珍视每一次创作机会 然后我个人呢是 我知道看爽剧大家都爽 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里都不太爽 我也喜欢看爽剧 但是我觉得这个得分题材 有些题材合适 有些题材就可能不是那么合适 因为毕竟这个长篇不是短视频 我们也说过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 其实长剧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 尤其是三十几以上的 三十几到四十几的长剧 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也挺珍视每一次创作长剧的这种机会的